大家好,欢迎您来到阿拉斯加并不遥远的第二部分 在第一部分里,我和大家分享了我从美国本土北面边境附近的温哥华 驱车1400多公里到达阿拉斯加边境的经过 由于是疫情期间,所以我没有越过边界进入阿拉斯加 其实我是可以进去的 这个地区是美国阿拉斯加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美国的执法部门没有在这边注点 也就是说,这个地区没有海关,没有警察 所以任何人通过加拿大进入阿拉斯加这个地区 是不需要检查的 但大家要注意,没有人检查不等于你就可以进去 通常的情况下,美国的边界哪怕是没有关卡 你也是不能随便越过边界的 但这个地方的确是个例外,因为它是有公路的 就是说你开车可以由加拿大进入阿拉斯加的地区 绝对是合法的 只是加拿大海关单方面在边界上设卡 也就是说你过去以后回来的时候呢 一定要接受加拿大海关的检查 但这边的检查的形式也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出示一个有相片的 身份证明就可以了 那你可能会问了 边界不设卡 任何人都可以随入进入美国 会不会成为美国边界的一个漏洞呢 不会的,因为这个地区没有道路通往 美国的任何一个别的城市 这个地方的内陆 一定要通过加拿大才能走得出去 它跟美国的直接联系 就是一条水上飞机航线 连接边界上的小镇 海达和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叫Kachikan 而在Kachikan的机场就设有海关 就是任何乘飞机从这个地区 到达Kachikan的所有的乘客 都要接受海关检查 等于是把边界推移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在边界上的海达 被称为最加拿大的一个美国小镇 有多加拿大呢 这里的居民平时都是使用加币的 他们的电力供应 也是来自加拿大BC省的电力公司BC Hydro 他们电费也是交给BC Hydro的 他们的电讯通讯联系 也是由加拿大的电讯公司提供的 这里的人不管是住家电话 还是手机电话 它的区号都是250 跟加拿大BC省北部的区号是一样的 这个小镇还没有小学 所有的孩子都要越过边界 到隔壁的加拿大的小镇上去上学 他们是世界上最奇特的留学生 他们是国际留学生 但是他们每天都可以回家 这个小镇还没有超市 没有游战 所以他们汽车家由每天生活用品 每天的食物都要到加拿大的小镇去购买 阿拉斯加这块地区呢 就有点像加拿大的一部分这么来运作的 但这毕竟是美国的领土 所以象征主权的邮政服务 还是由美国邮政总局提供 这里的信箱都是美国邮政的信箱 这里的邮政编号ZIP Code是99923 200上半年当疫情发生的时候 加拿大政府决定关闭美加边境 所以这个地区的海关也遵照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指令 关闭了通向阿拉斯加这个地区的边界 那阿拉斯加这个地区的居民反应就很大了 他们每天都需要跨国边界到加拿大的小镇 去购买他们每天的必需品 食品 水果 汽油等等 所以他们向美国联邦政府和加拿大联邦政府请愿 希望对他们网开一面 最终加拿大海关决定 他们这个地区的居民可以每个星期固定 多少次到加拿大这边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是学生还是不能过边界界面来上学 因此这个地区的孩子就丧失了他们上学的机会 但他们也相当无奈 阿拉斯加这个这么独特的地区是怎么造成的呢 让我们从历史从头说起 19世纪上半叶 美国用720万美元 从俄国人手里购得阿拉斯加这块土地 但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边境并没有清楚的划分 所以在19世纪中叶 英国政府代表加拿大和美国政府 就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边境进行了长期的谈判 以划定边界 当时的美国的国力出一种强势 除了阿拉斯加本土之外 美国还获得了阿拉斯加以南远海的一个向南的一个狭长的地带 它在地图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平底锅的锅柄一样 所以英文称这个地区为Penhandle 这个锅柄的最南端 以一条叫做Portland Canal的水道作为界线 这个水道的南面就是加拿大 北面就是阿拉斯加 这个Canal这个字呢 并不是运河的意思 一般运河是人挖着的 其实这条Portland Canal是天然的 而且是海洋的一部分 它不是河流也不是湖泊 它是海洋进入大陆的一个延伸部分 其实英文还有一个字更准确的 叫做Inlet 这个边界到了水道的最尽头的时候呢 沿着这个山崖往前延伸了 大概30公里以后呢 就向左边划斜线 然后以海岸主山脉作为边界 当初这个地区非常的荒蛮 只有少许印第安部落住在这个地区 没什么事欧洲人是不会来这个地方的 最少吸引欧洲人来这个地方的是皮毛 19世纪下半夜 加州发现了金矿 大批淘金探险者蜂拥而至 随后他们沿着太平洋西海岸往北 继续搜索更大的金矿 最终他们在加拿大境内发现了数个大的金矿 比如加拿大的玉空地区 比西省的凯利布地区 有个很有名的城市叫做贝克ville 还有就是在我们谈到的这个地区的这个部位 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金矿 据说当时这个金矿是北美最富的金矿 这些金矿都发现在加拿大的土地上 本来没有美国什么事 由于三轮的阻隔 所有的淘金者 淘金设备和物资 都无法直接由加拿大抵达矿区 必须借到阿拉斯加亥德地区 因此阿拉斯加亥德这个小镇 就应运而生了 但假设边界谈判时 如果美国人知道这里有金矿 他们一定要求沿水道的直线边界 继续延长30公里以后再左拐 这样金矿就没有加拿大人什么事了 虽然阿拉斯加亥德这个地区很偏僻 而且无法抵达阿拉斯加别的地区 但是还是很值得专程来一趟旅游 这个地区有很多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环绕 山顶中年积雪 Portland Canal这个水道两边风景非常漂亮 有很多很有价值的风景景点 比如位移37号A公路分岔口的 Mesia顶湖 黑熊冰川 Stewart小镇 Hider小镇 另外是一个观察黑熊捕捉三文鱼的一个观察点 然后再回到加拿大境内 有金银铜矿矿区和遗址 接着是一个很壮观的三文鱼冰川 这是加拿大最大的冰川之一 非常壮观 来到一个旅游资源这么丰富的地区 你一定会觉得不需此行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